大家好,我是SuperMegaUltraBabe 今天我要帶來的介紹就是 變形金剛復仇之戰裡面的大一神 Easy Devastator 小型的大一神 我今天要分開介紹其中的三款 1號、2號、3號 Overload、Mixmaster以及Rampage 其他的角色會在下一集或者是下下一集介紹 合體我最後一集會推出來 我現在先從Overload開始降解 Overload 好,你可以看到他是一個非常...他的比例非常奇怪的機器人 但是很可愛 就是腳很短一隻,然後手很長很像...哈比人、小矮人之類的 很好 然後呢,但是這一隻的...塗裝...我不太滿意 你看 整隻紅色 眼睛有稍微塗到一點黃色 你們可能看不到 反正他整隻都是紅色的 沒有其他的什麼細節再加上去 之後可能會用自己用筆去給他加一些細節吧 好,差不多就是這樣 他的手可以整個轉360 兩隻都是 然後這樣上下 他的腳可以這樣子動 好,變形 變形的話呢,首先你先把他的手 這樣子 把他的手抬起來之後扣進去 兩邊都是一樣的 然後把它轉...朝上 從...前面...這裡 把他的手往...裡面翻 兩邊都是 中間的地方把它扣在一起 接下來把這一根...勾子之類的把它這樣放下來 後半呢,就好了 好,前面車頭的地方呢,很簡單 你把他的車頭...合起來之後呢 你把他的...這樣子 把他的...這樣子 把他的...那個什麼 後面這個叫什麼 背著吧 就是...在...沙圖的地方 把它...扣起來 就變完了 很簡單的一台玩具 他的輪子中間這個是懸空的 但是他...前面兩個跟後面兩個這樣子滾...滾得不錯啊 小心玩具嘛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一隻是... Mix Master 這隻Mix Master呢,本來...玩具本身的顏色是...灰色的 但是被我上了一些黑色 的...原因是我要拍... Stop Motion 要讓他... 比較...接近電影 還有...你看他的... 這隻Mix Master 我個人... 不是很喜歡 因為... 不符合電影 而且...看起來像...彎腰駝背的老...老人 然後...手很...長...手...長得很奇怪 所以他...機器人型態我是不太喜歡 然後還有你轉過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 屁股上卡著...這樣硬生生的這樣卡著大力神的頭 就在這邊 嗯...有點... 這機器人喔...還好啊 小心玩具嘛 所以不用太去計較 變形的話 這是他盒子裡面 原本的形態 欸...他的手可以整個這樣轉 兩隻都是... 腳可以前後左右 是彎型關節 好... 變形的話呢 把他的... 先把這一片... 打直的... 彎進來... 翻到這個地方 兩個都是一樣 打直... 整個彎進來... 貼緊 之後呢... 把他的手掌... 把他手... 手... 前臂的地方... 翻起來... 往...裡面扣 可以看到一半的那個... 後面的那個... 水泥滾桶... 出來... 另一邊也是一樣的... 然後呢... 接下來你把他的... 中間這個扣的地方分開... 然後... 把他的... 腳跟頭的這塊的地方... 鬆開之後整個往前移... 頭... 頭這塊稍微往上... 把兩邊... 水泥滾桶的兩邊的地方扣緊... 然後... 把頭的地方整個翻到前面來... 可以看到他... 駕駛艙的地方... 車頭上半步... 車頭上半步... 出來... 在這裡的話... 你先把他的腳... 打開... 那你會看到... 這裡有一條... 那個... 扣... 然後... 裡面... 這兩邊都有縫... 所以... 你用那個縫把那個扣夾緊... 他就可以變得很穩了... 欸... 還有... 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凹洞... 那裡有一個凸出來的... 把他這樣... 夾進去... 之後... Mix Master變形就完成了... 他的... 滾桶的地方還有... 車頭的地方都被我上了... 灰... 那個... 黑色... 然後... 車... 頭的地方被我上了... 銀色... 反正就是讓他... 更符合電影... 滾洞的地方還不錯... 六個... 輪子都... 差不多可以貼到地... 六個輪子... 這樣子滾得不錯... 好... 接下來介紹這隻... Rampage... Rampage的話呢... 這隻Rampage... 我覺得... 還不錯啦... 就是... 他的腳... 他的那個... Jack Hammer的那個... 下面... 只能... 應該是... 電鑽吧... 電鑽在下面這裡... 的細節... 做得還蠻... 蠻不錯的... 腳的地方細節都還蠻不錯... 但是... 我覺得... 很奇怪的一點... 就是他說... 就是你看嘛... Rampage在電影裡... 就是甩鞭子... 跟... Bumblebee對打... 跟... 打狂風對打... 但是他的鞭子... 只有這麼短... 然後... 其他的地方在下面... 這一點... 我是覺得... 他的設計沒有符合到電影... 但是... 我覺得... 沒有必要... 因為他... 小型玩具嘛... 而且他還要跟大力神合體... 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 算可以啦... 他的臉... 他的圖裝... 我蠻喜歡的... 很複合電影... 然後... 跟那個... Deluxe Class的... 很相近... 差不多就這樣... 好... 變形的話... 先把他的頭... 壓... 這樣翻... 從上面這樣翻下來... 可以看到狂派的標誌在這裡... 我不能拿太近... 這樣對焦不太好... 然後... 接下來的話呢... 你... 把他的... 腳的部分... 從... 這個轉軸的地方把它... 轉下來... 然後... 看這裡的縫... 把它整個壓進去... 前面這個... 這個叫什麼... 那個... 有壓管的地方... 把它... 翻上來... 手的地方呢... 你把... 上面這個... 前面這個... 那個推圖的地方... 把它翻到前面... 兩邊... 折下來... 然後... 推圖的地方... 靠... 靠近往上抬... 它... 就算完成了啦... 我覺得... 這一隻... 的... 細節... 來說不錯... 它旁邊這裡... 那個... 那個什麼... 鋁帶的地方... 它裡面的那個... 齒輪的細節都還不錯啦... 然後... 對一個這麼小的... 玩具來說不錯... 而且... 它... 下面這邊有四個輪子... 可以讓它滾動... 所以... 都可以滾動... 嗯... 那個... 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Easy Collection... Devastator... Review... Part 1... 下一部介紹的是... 接下來會介紹的是... Scavenger... 然後... 那個... Scrapper... 還有... Long Hall... 以及... Hightower... Hightower... Hightower...